人生病了可以透过各式的机器测量疼痛程度 不过宠物不会说话 因此疼痛的状况也经常被受医师和四族给忽略了 花莲高桥动物医院分享 如何从检疫方式察觉毛孩疼痛不适 也消弭四族对于止痛药的错误观念 要提高毛孩的生活品质 人类除了体温、脉搏、呼吸及血压 可透过机器来测量 甚至可以透过说来表示 但毛孩的疼痛除了外险伤害可被发现 在无法跟四族沟通情况下 有时疼痛就常被四族或受医师忽略 高桥动物医院院长殷宏元表示 慢性疼痛常常持续好几个月 如果不能有效控制疼痛 除了影响伤口或疾病的恢复 也会造成食欲及活力的减退 影响身体健康 基本上在我们照顾狗猫的过程里面 它的体温、它的血压、它的血氧 甚至它的呼吸都可以用机器来测量 唯独疼痛这件事情没有办法用机器来衡量 它疼痛的程度 在受医界我们有发展出一套评估疼痛的标准 因为狗猫不会讲话 所以我们必须要藉由观察它的体态 包括它的食欲 走路的样子 然后各种姿势的表现来判断它疼痛的程度 进而我们可以使用一些止痛药来减换它的疼痛 那有些疼痛我们是可以预期的到的 包括外伤、车祸、甚至开刀手术过后的伤口 这些所谓的急性的疼痛 那是想象中是可以知道它是非常疼痛的 另外肠胃炎甚至胰胀发炎的时候 然后在腹腔里面肚子痛也是另外一个常见疼痛的状况 可是这些疼痛它没有办法藉由狗猫的语言来表达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靠它的平常的生活表现或行为上面 来判断它疼痛的状况然后来选择用药 一般人听到止痛药都会觉得它会不会伤胃 会不会伤到它的肝胜的功能 那实际上只要把体重剂量算清楚以后 其实使用止痛药不只不会伤害动物的身体 甚至于它会减少它的疾病的时间 或者是恢复的时间 对动物而言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情 所以善用止痛药物 其实是在照顾动物 以及注重动物福利的角度来看是一件好的事情 院长表示 四组可透过体态、食欲和走路姿态等观察毛孩状况 适量的止痛药 配合收医式的健康用药都能避免毛孩消化到或肝胜的伤害 再配合适当护理如针灸、物理治疗等方式 都可以辅助降低毛孩疼痛及发炎反应 让不会表达的犬猫们改善疼痛 才不会因为疼痛影响毛孩身体的恢复 进而提高毛孩的生活品质 记者长邦彦华临时报导